哈喽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距离我们活动开始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那我们再稍等一下 那两分钟后就 三点半的时候 我们就准时开始 线上的小伙伴 如果有任何关于职位 或者关于亚马逊 或者AWS的问题 都可以在我们通过 我们这个平台 有一个问问题的一个tab 进行提问 然后我们也可以 我们会有同事 去给大家进行回答 好 那现在时间下午三点半 那我们就开始 今天的分享的活动 首先感谢各位 抽空参与今天的技术分享会 那我是Tim 那我们今天会有几位的同事 来跟大家分享 AWS云端工程师职业 还有网络相关的技术 那首先介绍 那首先介绍 家人 他是台北的 那个Opps Manager 然后我呢 也是Opps Manager 那我是 我也在杜柏林 那还有Mark Mark会负责介绍 这个今天后半段的 网络技术分享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总共会有 画面上看到这几个主题 首先会介绍 Going AWS Support 的组织 然后我们的工作内容 以及职业发展 那家人呢 会分享那个领导力准则 跟我们的面试的一些小诀窍 那Mark会负责技术分享 最后还有一个Q&A 那在过程中 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透过 国度webinar的功能 在线上提问 那我们工作内有看到的话 就会在线上及时回答给各位 好 首先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Tim 那我在2017年加入 AWS Support的这个组织 那我加入的时候 我是Cloud Support Engineer 我在Big Data的Team里面 担任Cloud Support Engineer 那目前在2020年的时候 我转任 Operations Manager 然后relocate到Dublin这边来 带领这边的中文技术支援团队 那我在加入AWS Support之前 我是在台湾Yahoo 担任Data Engineer 是负责数据处理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工作 首先我们大概相信 大家对Amazon或多或少都有认识 那Amazon是一个 全球最以顾客为中心的一个企业 那我们不断的创新 不断的发展各式各样的一些服务 除了Amazon请家的购物之外 那AWS也是我们后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业务 那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 那首先很快的大概介绍一下AWS AWS是亚马逊里面提供企业云端服务的一个业务部门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有提供差不多有将近200项的服务 包括运算储存 大数据 机器学习等等等等 那我们的客户遍布各种不同的规模的一些企业 那全球目前提供了24个地理区 总共77的可用区这样的一个服务给我们全球的一些客户 AWS support是在AWS里面提供客户技术支援的一个单位 那我们提供全年无休24小时的一个技术服务 然后同时我们也提供不同语言的一些支援服务 那我们今天参与的成员都是来自于中文资源的一个技术团队 那什么我们平常呢 刚才前面提到我们的任务呢 主要是提供给客户技术服务 一些相关的一些技术服务 那客户常常会问我们的问题呢 大概有这几类 这个这边简单一些举例 就首先呢 他可能会比较单纯的 就是他使用AWS服务的时候 碰到一些困难或是一些不会的问题 或是一些故障 他想要知道原因怎么解决 这是我们最常碰到的 比如说资料库 他发生故障 他没有办法写入资料 或是没办法读取资料的时候 他就会发一个case给我们 那我们就协助客户查询 到底是为什么原因会无法存取资料 然后呢 还有一些是比如说 一些比较概念性或是架构上的问题 比如说比如说我怎么样防止骇客攻击 我在架构上我要做些什么 然后我在我的应用程式设计上 我需要做些什么 这些也是我们服务的一些范围 那诸如此类可能还有一些网络延迟啊 或怎么加速啊 或者是说客户有一些重要的一些活动 比如说周年庆 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常见的双11 然后可能最近会有一些年节的活动 或者甚至是大型一份像那个奥运等等 那在这些特殊活动期间 那我们也提供资源 帮客户做standby 监看他们系统的一个运作的一个状况 如果有问题我们就及时介入处理 这个也都是我们的服务的范围 那class support engineer呢 刚才解释一下我们碰到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的主要责任呢 刚才最直白的说就是 我们要去帮客户解决掉 他们碰到的任何大小的技术问题 所以根据我们的客户跟我们 他订阅的support plan 我们有不同等级的技术资源 那其中包括比如说他可以利用email chat 或者是打电话给我们直接做线上的一些交流 然后呢我们刚才提到一些服务怎么操作啊 然后怎么配置 怎么设定我的这些我使用的一些服务 然后故障的时候我们帮助客户做故障诊断 那我刚才提到一个例子 就是在大型活动期间 我们帮客户做代名监看 以及及时支援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那这些都是我们class support engineer的一个工作范围 那class support engineer呢 其实我们遍布在全球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州 有很多的办公室 那各位在画面上看到那个标准黄色的地方 就是目前中文团队所在的位置 那中文团队目前最大的 最大的点在台北 然后再来第二个市区就是杜柏林 这边的市区 然后接下来就会是西雅图这边的市区 我们都有中文团队的人员跟资源的工程师 来协助客户解决他们各式各样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的cloud support engineer呢 其实是来自于各个领域的一些技术专家 那根据我们的服务的不同 所以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技术专家 来协助客户解决他们的问题 比如像作为系统类的 Linux Windows 然后可能是资料库 我们有Oracle的专家 有MySQL的专家 等等大数据的专家 然后甚至是开发 开发领域的各种不同的专精的一些工程师 在我们的团队里面 能够协助到客户 那在今天各位来参加这个活动呢 就是我们很大一个目的 是想要让各位了解 在AWS里面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内容 那各位如果将来有机会加入我们的团队的话 那你可能一开始 你可能不会是这么熟悉的 AWS的一些服务跟技术的细节 所以我们有制定了一个完善的 一个三阶段的一个训练计划 首先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你刚到指的期间 你可能会要开始熟悉 我们的内部的一些基本的服务 然后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 你的账号啊设定啊等等啊 全线设定 然后这些设定好了之后呢 就会开始第二个阶段 正式的New Hire Training 那New Hire Training这个期间呢 我们会告诉你一些核心服务里面 比如说像EC2 S3等等 这些核心服务的使用 然后你在完成这个New Hire Training的 阶段之后呢 就会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就是在各个团队领域里面 做更更进阶的一个 线上的一个on job的一个Training 然后呢还有一些非跟技术无关的 比如说Soft Skill的一些相关的训练 也都包含在这个第三阶段里面 那总共三个阶段的一个训练呢 他会 我们会有指派一个资深的同事 担任你的导师 就是mentor 所以他会带领你从开始你的on board的第一天到你 三阶段训练完成 陪伴你就是 你有碰到任何问题 你都可以找你的 跟你的mentor做 做询问 然后他也会协助你走过这三个完整的一个训练的一个阶段 那在AW Support这个组织里面呢 怎么样 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的就是 我的质押的发展 和我的质押规划 那我们在 以Support Engineer来说 我们的质押的发展 当然我们最着重的是技术能力本身 那技术的方面呢 我们大概就有两个方向 首先呢 你进来 你可能会先朝向技术深化的方向 那所以呢 我们每个Support Engineer呢 都在我们内部要去 去参加一个所谓的 Subject Matter Expert 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内部考试 那这个考试呢 就是会验证你是某一个服务的一个技术领域 技术的一个专家 所以你可能就会透过这个考试来 来加深你的 针对某个特定的Service 做加深你的技术能力 那当你在一个领域成为技术专家之后 下一个阶段 你要往下一个阶段走的时候 我们看的就是 你可不会跨出你原本的领域 变成一个往技术广度的方向走 所以说 除了你原本的那个特定的Service 技术领域之外 我们鼓励你 也是希望你可以走向 另外一个不同的Service 培养第二个 甚至是第三个不同领域的技术专长 这是在Cloud Support Engineer的技术深化跟广度部分 那在质押发展方面呢 大概我们说角色 这个Role的一个发展 就是除了Cloud Support Engineer之外 如果说你对于技术领域是比较 这个想要专注在技术领域的话 那我们就会往下一个阶段 可能是L4的工程师 L5的工程师往下一个阶段走 那下一个角色呢 可能就会是担任我们的某一个服务的 比如说Support Apps 它其实就是 你可以想象成它是Support Engineer的Support 所以它等于是你的背后的一个支持 当你有碰到 我们的Support Engineer碰到有一些困难 或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技术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是可以 可以请求Support Apps帮忙 那这些Support Apps 就是都是我们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技术专家 他可以协助我们的Support Engineer 去处理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 那这个是下一个阶段 那再有人 再有人就是可能会继续往下一个阶段 就是变成Senior Cloud Support Engineer 或者是说有些人说 我觉得我可能想要朝向不同角色 或不同的职业发展的话 像我个人就会是往 后来我就转到Apps Manager 就是转往这个管理的一个方向 那比如说像待会也会介绍Mark 就是继续往Senior Cloud Support Engineer 对这条路线发展 那除了在Support的这个组织里面之外 我们当然也在Amazon里面 其实是很欢迎大家去跨部门 去尝试不同一个角色 所以你也可以有很多的机会 去尝试其他的一个角色 这个也都是非常欢迎 也都是非常透明开发 好那我们目前中文技术资源团类 刚才有很快介绍到 大概就是主要的赛在台北 然后其次来自第二个赛就是杜柏林 然后第三个赛是西雅图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宣传 就是我们台北跟杜柏林都有很多的职位 的职缺正在招募中 所以待会会后呢 最后会介绍我们今天招募职位 相关的一些资讯 也请大家有兴趣的可以 欢迎大家来尝试 欢迎大家来应证 我们很期望之后可以跟各位合作 一起工作 我们下期再见